好,那刚才我们是用人想的一些function来告诉机器说,什么样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张正常的image,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可以做得更好,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有一些generated的model,我们可以训练比如说image的generated,你知道先事先收集好一大堆图片,你就可以教机器怎么去产生。 我们可以训练在image的generator,那些image的generator他做的事情是给他看一个low dimensional的向量,给他看一个低维度的向量,然后他就会把这个低维度的向量通过这个image的generator以后变成一张图片,那通常这个低维度的向量就是从某一个订好的,是一些订好的distribution,一些sample出来的,比如说他这个Z可能是从一个Gaussian distribution,或从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里面, 那你把这个D丢到image的generator里面,他就会画一张图片出来,那怎么根据这些训练的资料,训练出这个image的generator呢?你可以用get或者是VAE的方法,那这场课里我们还没有讲到片或者是VAE没有关系,你就只要说反正有一些方法,可以让我们训练出一个generator,这个generator 它吃一个random的向量,它输出就是一张图片,那这个generator呢,可以想成就是一个方选G,把它输出的imageX呢,它就是G输入的这个low dimensional低维度的向量V,那怎么把这个image的generator用来限制我们要机器画出来的图片呢?那你可以这么做,你把image的generator呢,吃一个Z,它就会output一个imageX, 你把这个imageX呢,丢到image的classifier里面,它就会输出一个y,原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对机器来说,某一个classI呢,它对这个,对机器来说某一个classI呢,它理想图片长什么样子的时候,我们说我们是去找一张image,这个image可以让yi的值越大越好,我们找一个image它可以让yi的值越大越好,这是我们原来的做法,如果再加上一个generator以后,我们其实 可以这么做,如果再加上一个generator以后,我们本来是要找一个最好的X,现在我们变成不是找一个最好的X,而是找一个最好的Z,我们希望找到某一个Z,这个Z呢,通过image的generator产生一张图片,再把这张图片丢到image的classifier以后,可以让某一个类别的信心分数越大越好,把Z呢,丢到image的generator产生image,再把image丢到classifier以后,会得到一个y,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让y里面的某一个class它的值越大越好,那我们就可以,其实这个方法也是用gradient descent解答,因为你可以想象说,image的generator跟image的classifier都串在一起,你可以把这个image的generator跟image的classifier串在一起,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很深的内容,好,那你有这个很深的内容以后呢,这个Z就变成这个很深的内容的input,这个Y呢,就是这个很深的内容的输出,所以你可以用gradient descent的方法,或其实是 就是gradient descent的方法,因为我们知道maximize这个东西,就是gradient descent,你可以去调这个Z,让你得到一个你理想中的Y,然后呢,你再把这个得到的理想的Z呢,这个最好的Z star呢,丢到generator里面,画出你的X star,所以本来我们是直接找一个X star,它可以让Yi越大越好,现在我们变成找一个Z star,它可以让Yi越大越好,再把这个Z star,丢到generator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,你可以想想看这个generator,其实就提供我们一个限制,因为这个generator画出来的,看起来,看好说这个generator画出来的东西,看起来都像是正常的图片,如果我们今天让机器自己去随便找一个X,它找出来的X star,可能完全不像是我们人可以解释的,人看得懂的Image,但是因为这个generator,它产出一个X star,可能完全不像是我们人可以解释的,人看得懂的Image,但是因为这个generator,它产出一个X star, 产生出来的都是人看得懂的Image,看起来都像是一般我们会出现的Image,所以你现在把你的这个搜寻的范围缩减在,你只能够找一个Z,你只能够找一个Z,可以找到是非常不同的Z,但是你只能找一个Z,这个Z丢到generator,它一定会产生一张好的,它通常会产生一张好的Image,你把你搜寻的范围限制在找一个最好的Z,你就可以share好说你现在找出来的Image的X star,看起来像是正常的Image。 那用这样的方法,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?在文献上,我看到最好的结果,大家可以做出来像这样。可以,你问Z,你问Z说,你心里的蚂蚁长什么样子呢?那就画一堆蚂蚁出来,你心里的这个是修道院长什么样子呢?就画一堆修道院出来,你心里的火山长什么样子呢?就画一堆火山出来。那实际上呢,要真的得到这么好的结果,还是要动一些手脚的,那实际上的方法呢?我就把这个reference 列在左下角,给大家参考。好,那这个呢,就是有关Global Explanation的部分。我想问大家有问题要问吗?诶,你有问题要问吗?诶,可以这么说,生成一个图片,然后这个图,你可以解释成说我们一个generator,那本来generator你没有办法控制它生成的东西嘛,它就乱乱,它就水机生成。但是你现在要求generator生成一张图片, 丢到那个classifier以后,classifier要觉得说那张图片是个火山,或者是个蚂蚁等等。控制generator生成什么样的类别的图片。你也可以这么解释,但是这个image的classifier啊,它的discriminator是不一样的discriminator,它是判断好或坏嘛,对不对?然后这个image classifier,它是判断好或坏嘛,对不对?然后这个image classifier,它是判断好或坏嘛,对不对? 它是判断不同的类别。而且这边跟gan还不一样的地方是说,这个image classifier是固定住的,它并没有跟着generator生成,它是被固定住的。而这个generator其实也是固定住的。这个generator不一定要用gan的方法旋转,反正它就是商号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可以产生图片的generator,不管它用gan旋转出来的还是用VA旋转,都可以把它固定住放在这边。因为classifier是4.1训练好,我们现在只是想要解释它,想要知道说它心里看起来的某种图片长什么样子。 要解释它,所以它也是被固定下来的,然后我们只会去调动这个字,其他地方都是不会带。这样大家有问题要问吗?请说,它可以产生所有的图片,但是我们本来没有办法控制它要产生什么样的图片,就本来它就是你随机就像那样自己进去,它可能产生猫,可能产生狗,可能产生任所的图片, 它可以产生各式各样的图片,你没办法控制它。但是我们现在加这个classifier,就引导它说,因为本来这个Z,你sample不同的Z,你就会产生不同的图片。有些Z代表狗,有些Z代表猫,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哪些Z是狗,哪些Z是猫。但是加上这个classifier以后,我们会去,假设这个classifier那个Yi,你设计的是狗,你可以要知道这个classifier的心里的狗长什么样子。所以就是找一个Z,这个Z丢到Image Generator以后,它可以产生狗的图片。 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?其实你也可以用Conditional Gain,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这边的目标并不是说要训练出一个Generation,那Conditional Gain在之后录影里面也是有的,但是我们重点并不是要做Generation,而是希望透过Generation给我们的Concent,我们知道对机器来说,会被它变视成狗的,就要变成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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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, 谢谢大家